那是一群理性又抱著理想的人 熱愛自由 無拘無束的享受生活 跟他們在一起 保證你的人生 為不延長的時候 快來抓住這些自由的瘋吧 月老執行中 風向星座篇 平常大家都怎麼稱呼你 我叫安霞 那你的星座是什麼 那你覺得自己有符合天秤座的 有 很常猶豫不絕 攝影 然後畫畫 四兄那些 好賢壞喔 那你單身多久了 兩年多吧 兩年多 你是因為前一段感情才單身這麼久嗎 就也沒有很想看戀愛 為什麼會結束 就很多不合價值觀的一些生活方式 因為之前是住在一起 我家都喜歡住在一起 你不會喜歡整天溺在一起的東西 我希望會有自己的風險 我是那種溺在一起在 這兩年代來說 你是很享受單身 還是偶爾也會覺得想找個對象 偶爾還是會想 就是自己習慣 很喜歡自己到處去旅行 或是看見你喝咖啡什麼 都沒有遇到適合的對象 就目前 好像還沒有 目前還沒有 跟一個男生出去 你覺得有什麼很雷的點 是你不能接受的 我好像蠻care吃飯的一 就是吃飯就是 不要發出聲音 就不要在那邊被人 對 前男友是什麼星座的 都一樣天秤 那你會因此而 對天秤有什麼 因應嗎 還好 我後來好像不太想要 就是交同星座 真的喔 真的會有影響 那你理想的另一半的外型或個性 一百七以上吧 廣大的男性朋友有福啦 一百七以上 應該蠻多人都可以 對 中方或名頭 很有特別指定髮型 個性 反正我 反正沒什麼要求 其實沒什麼要求的最恐怖 其他就是貼心 正常大家都會 沒有沒有 正常沒有都貼心喔 你覺得基本的貼心有哪一些 就可能 走在馬路會讓女生走 因為這樣子基本 就被大家講 你還不做的話 你還能做什麼 講的東西大家都就是知道 知道不要沒有在額外要求 但是你基本要做好這樣 對 哇好可愛喔 喔難說不行嗎 所以你叫什麼名字 楊敏蹄 你是什麼星座的 我天秤 有自己像天秤嗎 我覺得我超級天秤 真的不要叫我們做決定 就像我剛剛去吃蛋糕 我就想了好久 我要吃原味海伯爵 然後 這個真的可以想很久 那我剛剛想10分鐘了 國昇高165 165 可以算166嗎 可以可以都可以 已經不錯了 你這個年紀這樣發育很好 靖昌哥興趣是什麼 我很喜歡聽歌 我真的很喜歡聽歌 就是那種說唱 我喜歡聽中文的 因為我覺得 我喜歡聽他的歌詞 所以你是有在看中國的新說唱 有啦 可是雖然在大媽 可是我還是覺得很好看 喜歡的老舌歌手 我台老比較少 我台老喜歡 莫仔羊 熊仔 就是他們的歌詞比較有一點意義 然後我最喜歡這圈的說唱團 我覺得中文說唱就是要把我們的文化說進去 我覺得中文說唱就是要把我們的文化說進去 我最喜歡的是IU 突然跳一個很遠這樣嗎 我一開始是喜歡韓國K-POP 然後 你這聽很多類型 對 好那所以你單身多久了 兩年半 那之前是為什麼分手 我不太喜歡太黏我的 那你那時候前任男友是什麼星座的 獅子 那你會因此對這個星座比較排斥嗎 後來發現 每個跟我曖昧的男生都是獅子座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不會覺得因為他這樣而討厭這個星座啦 只是 我覺得還是會每個人的個性都會不一樣 他們有個可能都相似到吸引到我 身高吧 我希望175平 想至少高我10公分 嗯 就看起來稍微有點落差的 這樣說很 不會不會很多人都直接開180的 至少會乾乾淨淨 懂一點傳達之類的 藝術型的 你可以會跳舞 會做詞做曲 會唱歌 哦 要有才藝就對了 假如現在情人姐 你會想要送對方什麼禮物 我會想送皮膀 皮夾什麼禮物 那自己會想收到什麼禮物 簡單的話就香水 我覺得是保守 我會拿香水 而且只要是對方勝了些 我覺得其實不用怕財的 因為對方聞了覺得 是喜歡我味道 應該不至於要差到哪裡去吧 可是香水很難有 很難聞了吧 希望你可以當我人生中很重要的角色 哇 叫我Tim 興趣就是打球 然後夏天會衝浪 但同天太冷了 衝浪喔 所以你會喜歡就是 運動型陽光型的女生嗎 當然是可以一起 就是有共同的興趣是很好 那想問一下你是什麼星座的 水瓶座 你自己像水瓶嗎 還蠻像的啊 是怪咖嗎 水瓶拿很多怪咖 不會吧 我們就是有點特立獨行 沒有必要一定都要全部到規則走啊 規則就拿來打破的啊 哇喔喔喔 真的是怪咖 請問你單身多久 大概五年吧 那蠻久的耶 那為什麼會跟手 相處一陣子 然後覺得 合不來吧 其實我覺得我還蠻好相處的啊 就雖然說大家都說水瓶座就是 什麼特立獨行啊 什麼難搞啊 但是我覺得其實我還蠻隨和的 那為什麼會跟他有合不來的地方 就人跟人相處嘛 難免會有一些不合的地方 那如果要說是我 難搞啊 可能吧 終於發現問題的原因了 天君有什麼星座的 射手座 會因此對這個星座比較排斥嗎 不會 射手座就是比較愛好自由嘛 所以你覺得沒關係 沒關係不會 可以跟這類人數得來的 理想對象的外型 外觀的話就是看順眼就好了 可以一起去運動這樣很好 假如今天情人節到了 你會想要送對方什麼禮物 就如果我們有一起衝浪的話 那可能可以考慮送哪個衝浪盤 喔對耶 欸你想的很周到耶 就是手工訂製的那種 那當然如果分手周到他要丟掉 我也是隨便去 他拿去衝他把他踩在腳下 想說那個把你踩在腳下的感覺 那也是誰他喜歡都好 那如果你自己會想收到什麼禮物 當對方送你東西的時候 都是一個信義物 那我覺得其實收到都會蠻開心的 就是今年夏天我們就在浪頭商店 哇 浪頭是什麼啊 什麼金融風在浪頭上 就是大家平常都會怎麼稱呼你 結束 你平常的興趣是什麼 很熟 那想問一下你是什麼型座的 水平座 你算是平常有一些點會比較特立族行這樣子 有 有 單身多久 20年 是媽媽說不要教嗎 沒看到喜歡 理想型 有什麼條件 長得帥吧 長得帥 欸很直白很直接 那身高呢 一八里吧 就差不多差不多 個性上呢 不要太煩吧 其實要有個人空間是不是 就是不要整天抱怨什麼 喔你不喜歡聽別人抱怨這樣 也好 那想問一下假如今天是情人節 然後要送對方禮物 你有想過會想要送什麼嗎 赤瓶 耳環香料 其實蠻多男生比較少在帶 我不管他就要帶 水平座的逆襲啊 假如今天是你自己要收到的話 你會想收到什麼 化妝品 那類似像男類型的化妝品 覺得是女生收到會很開心的 有帶是不是 剛好身上有 這是什麼 這種他就是 這個顏色好美喔 顏色都幫你配好 然後就小小一個 所以這個是你收到過的禮物嗎 還有姐妹送 欸這個顏色真的很好看耶 可以給鏡頭看 我覺得要教男生就是 你要挑你就 我們就先往這個攝影機出發 就是完全沒有雷射的話 女生收到其實都很好用耶 會很開心這樣子 了解 希望我們可以長長久久 哇可以可以 怎麼突然那麼正經 剛剛不是說希望你長得夠帥嗎 那我要怎麼稱呼你 三三 你的興趣是什麼 平常的話很喜歡 看書看電影 我其實都比較靜態的 文藝類的 對 對 那你有沒有喜歡近一點的男生 我其實比較喜歡陽光型 跟我有一點反差 哦 就可以把你帶出來 對 因為我覺得假如說 他可能也很近的話 好像 就比較沒什麼火爆 兩個就會宅宅的 對對對 星座是什麼 雙子座 雙子座 你覺得自己像雙子座嗎 其實很多人說不如像 可是我覺得雙子座有分兩種 一種就是比較外放 然後一種是 可能像我這種 喔真的嗎 比較稍微近一點 可是我覺得我是屬於 比較悶燒型的那種 你也有另外那種面 對對對 可是我覺得你也不算是很悶的人 你是好聊 只是你是有氣質的一種感覺 不是那種就是有些人是害羞 那你單身多久了 25年 真的嗎 欸你朋友是不是看不下去 會覺得你早該脫單了 朋友偏偏變好 一定有暧昧對象 可是 就是我覺得我是那種 我希望花很多時間 跟對方相處 到後來會比較 冷下來 然後對方可能就會 覺得 就算了 那我可能剛開始會有點太衝動 讓對方可能有點誤會吧 嗯 然後後來你其實發現 好像又還好 然後結果就 就沒有 那我覺得是你沒有遇到你真的很喜歡的人 很多人都這樣講 對啊 因為你才會忍掉啊 希望我們這節目有幫助吧 就剛好有遇到你這樣 謝謝 所以我也沒有前任的故事可以問 我之前遇到很多都是 天秤或是天寫出來的女生 蠻貼心的 我覺得到後來會讓我覺得太有目的心 可能為了要達成最後可以 好好的在一起 然後做了很多讓我覺得 太多的舉動 喔 這是重點耶 我覺得要筆記耶 我覺得什麼都好耶 只要一本書啊 或是他做了一件 很暖心的事情 對 不用一定要什麼很貴重的禮物 對 你會想要送他什麼禮物 我覺得我可能應該也會送書吧 或是CD之類的 理想對象的外型 之前蠻喜歡一個演員叫 石枝田 對 可是我覺得大部分女生應該都希望 對方是幽默的 不要自以為幽默 真的幽默 快點讓我找到你 平常大家都怎麼稱呼你 方方 是什麼星座的 雙子 你覺得自己像雙子座嗎 我蠻像的 蠻容易跟人家就是聊得來 所以人家說石子座會有那種 兩面的人格 你覺得自己有嗎 白天在外面就很開心 但晚上有一個人回家的時候 可能就會想說對不對 很憂鬱是不是 所以我覺得你很需要有個人陪 單身多久了 差一個多月 那剛分手是不是 可以問一下你是為什麼分手 為什麼分手 會哭嗎 他有玩 所以他是有老實跟你說 還是被你發現什麼 都有 雖然雲淡風輕的兩個字帶過 願意再去認識新的人 交朋友可以 那你平常興趣是什麼 我喜歡看劇 韓劇嗎還是日劇 美劇 所以你以前認識什麼星座 像摩羯 摩羯 你會因此對這個星座有點 排斥嗎 會 會就是覺得暫時不想再看到摩羯座這樣子 情人節到了 你會想要推薦大家送什麼禮物給另一半 送女生的話送飾品吧 自己收到呢 也是會想收到飾品嗎 應該是 花 花嗎 花飾品 我要問一下你理想的另一半的外型 180 要180 雙眼皮 很明確 乾淨 乾淨就好這樣 那個性呢 個性我覺得要大方吧 就是不要太害羞 然後不要太愛去深色場所 不要太愛玩啦 真的想靜下來再來認識他 女孩經不起這麼多次的受傷 這樣子 I hope I can see you soon 哇 可以可以 我本來是想念大船 可是我因為我讀三類 所以你是喜歡演戲的 齁對 因為我身邊有情人是演員 有名的嗎 丁國雷 丁國雷 他很漂亮欸 我小安 他真的小安妮喔 上一次對他的印象是他的 長輩 我喜歡 大船 或許 有小鸚 是 我是 我